不是有很好的人选吗 韩国瑜是最好的人选 我们只是给他建议 曾经一再否认要参选总统 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如今态度松动 难不成是要复制川普经验吗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不过立志当头的川普 把政坛当成商场谈判 为了美墨为强预算 导致美国政府创下35天 最长关门记录 更让美国成为全球公敌 除了巴黎气候协定 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 以及承认圣城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 都引起国际一片踏伐 中美贸易战也因为川普陷入南界僵局 川普的商场哲学 智爱难行 而郭台铭要是真的成功上位 恐怕得改写民主定义 曾经直言经济重要性 优于民主价值 就连劳工权益 郭董似乎也不是挺在意 企业家为出发点的思考模式 和国家格局明显差了一大截 国民党力推郭台铭 是看重财干还是财力 郭董自己想必心里有数 再次温少了